这是大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 这是一段在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决定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的桥段 而在那之后 小渔村华丽转身 外商投资风起云涌 深圳速度成为大陆经济发展的 带名词 而在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 当时在台北新增南路的红十字会大派藏楼 郭台铭就在1988年首次来到大陆 我在蒋经国开放探亲以后 我第一次带了我所有的家里面的父母亲的问候 到了我们的老家山西 后来又转转到了申俊 申俊才刚刚变成特区 那么那个时候觉得说台湾的人工也很难找 那么很多人到了宫南亚去 但我觉得是选择在大陆投资 第一个我觉得是文化相同 最重要是这个语音语言相同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 就没有沟通的问题 那最重要一点选择深圳 最主要是地理位置 也很方便 它又是个经济特区 所以具于这个几个理由 我们先来在特区先来试一试 所以我们就在1988年 就来这边开办了我们的第一座工厂 改革开放初期 从农村释放出的充沛劳动力 造就珠三角劳力密集的代工制造产业 而走出贫瘠的农民工 要的是能赚钱能吃上饭 但当时的郭台铭 要他们能活得更有尊严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陆上有 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农民工 他们来自于各地方的农村乡下 他们来到这个深圳这个特区 他们求的是一份工作 求的是一份温饱 当然这是一个渔帮水 水帮雨 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在深圳也从来也从来 我们本身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所以我当初进来投资的时候 当初对所有进来的我们的农民公民 我第一个要求给他们的是 吃得好 睡得好 工作的场所非常安定 最早加入富士康的老员工都知道 重新知道福利 富士康给的条件都比其他外资企业要好 我们厂的隔壁 它是香港厂 他当时的员工吃饭的时候 就是蹲到那里吃 有人站到那里吃 总裁看到了以后马上就说一句话 我也很感动 他说我将来我在这里设厂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员工蹲到那里吃饭 站到那里吃饭 我要让他们有真言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经验过的 感到很感动的 每天的话两阴一素 然后还有骨头汤 而且每天必须吃一个鸡蛋 那两天的话吃个鸡腿 我们每天早上有鸡蛋 每周有水果 管保管购 尤其是要保证女工的 这个每天一个鸡蛋 他后面还需要 让他们将来生体二代的时候 一定要健康 郭台铭对火石的要求是 搞得干部人养麻烦 90年代的大陆民生物资并不丰富 要保证富士康员工 一周能吃上一次鸡腿 干部还得天天到市场上找 几乎把市场上的鸡腿一扫而空 搞工厂搞这么大 就像打仗一样 我们以前巴顿将军电影就讲过了 这个要擅长成打仗 就是要有足够的后勤资源 那时候没有人跟你抱怨说 总裁 搞鸡腿好累 没有人跟你说 因为我讲说执行的据律 叫他们去找鸡腿 他们就得找鸡腿 我记得说他们买设备 也说为什么要买那么大的冰箱 我们又不做冷冻食品 我说买冰箱是为了冰鸡腿 冰完以后一个礼拜 我们把几乎 那时候把昆山寺 所以的鸡腿都 从礼拜一买到礼拜五 然后礼拜六 才一人配到一只鸡腿 包吃包住 是当时给员工的基本主力 几十万人的工厂 每天得需要四十顿大米 两百多头猪 几万只鸡 几十万个鸡蛋 如今的富士康 有十几座能容纳千人的餐厅 2007年 还落成全亚洲最大的中央厨房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 深圳是一个大家叫打工的城市 就发现到除了上班 八个小时 十一个小时以外 我们要给他们照顾 不是只有这八到十一个小时 要到他的起居 我们在一般来讲 就车拉扎税 全部都要照顾 所以让我们觉得说 除了在工作中之中 要严格执行工作纪律以外 剩下的是他个人的休闲 或是个人的生活 食衣住行 我们都要面面照顾 所以我们认为说 我们的管理的哲学 应该简单讲 就是我们攻击 所有同仁囊囊上口 爱心 信心跟决心 爱心指的是 对人文的刚关怀 对所有同仁 你要以你自己的角度 爱心的出发型的角度说 将心比心 他怎么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他就会怎么样来回馈你